你已经拒绝了两位男嘉宾 你会担心观众觉得你挑剔吗 我不担心 我觉得这真的是跟着感觉走 我觉得我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就是很纯粹的凭感觉 凭相处的这种磁场 其实这种小感觉 小气场就是很难 很难遇到的 尤其是我现在 我觉得越来越难了 平时工作就已经很累了 我不希望再在恋爱方面 有一些拘束 我希望我在她面前 可以无限的释放 她也在我面前 可以无限的释放 这就是一种最好的恋爱方式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グッpen 感谢观看